靜電的最後一個是要跟各位講雷電 雷電呢基本上就是天上的雲彩 在天上啊磨啊幹嘛幹嘛之類的 那個雲會帶電 通常是下端帶負電 上端帶正電 然後呢就跟地面起了靜電感應 所以地面就帶什麼電 正電 所以上面有好多的負 下面有好多的正 然後呢 然後呢因為它的分目的太多太多太多 它的細靈就會好強好強好強對不對 好它就會讓它下去 讓它正負電互相吸引就下去 然後就中和 然後就產生火花 就是閃電空氣膨脹 它的聲音叫做雷聲 所以就會打雷跟閃電 所以雷電就是一個劇烈的正負電中和的現象 原因就是那個雲彩跟我們的地面產生靜電感應 然後最後吸引力太強就通通就中和在一起了 就是雷電的狀況 當然電這東西 閃電東西其實還蠻麻煩的 我們其實沒有那麼清楚的知道閃電到底怎麼一回事啦 不過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叫做我跟各位講雷電 而叫做尖端放電 為什麼會這樣 你不用管它 我們沒有膠 我們只告訴你說 東西如果尖尖的 那邊特別容易有感應 特別容易產生放出電的現象 所以你看它那個電視電裡面也都很對 所以就是那個某種神仙 手指頭一指就從指頭發出光芒 尖端會放電 尖端會放電 好 所以要避免被雷擊 就要注意不要讓你成為一片皮毯當中最突出的那一根 所以長高也沒什麼好處 容易被雷毯 容易被雷皮 OK 所以閃電的時候離開空曠的地方 避免在高手突出附近逗留 高爾夫球場一片平坦 一棵獨立樹在那邊 不要走到那棵樹下面 因為那棵樹叫做尖端會放電 特別容易被雷踢 特別容易被雷踢 然後撐閃使用行動電話 有一些大哥是告訴你說 打雷的時候 閃電的時候 其中通道是沒關係啦 但是我基本上懷疑沒有關係 因為天線就是靠感應的嘛 天線就是靠感應的 你不覺得它放到天線 當然你們現在的手機都沒有一根突出的天線啦 你先做了一根突出的天線 你不覺得那個大部分都在招搖說請來打我嗎 還在感應啊 大家請來打我嗎 OK 好 然後離開游泳池 不要關心窗戶有人電話 游泳池 你在水中 那個水都要被雷踢了 假如你剛好在那個最短路徑上 你就會被打到 然後呢 不要關心窗戶也離電話 這我以前發生過一次 有一次我的家裡面 有開了電器收音機吧 還什麼 突然之間砰 就打 沒有了 導演師燒斷了 原因 剛才打了一個雷 閃了一個電 電進來 然後我的導演師就斷了 完全斷了 讓你遠離這些東西 遠離天線之類的 OK 天端放電 所以避雷針 其實避雷針如果用原理來說 它應該叫做引雷針 就是請來打我吧 在房子上面放一根尖尖的避雷針 就跟老天爺說請來打我吧 然後就把雷打到那個避雷針上 然後還有一條導線 把它拉到地上的電網 就把這個電給散掉了 把這個電給拿掉了 就不會對它造成損害 所以用原理來說 它不是避雷針放在這裡 雷針不要來了 不是 避雷針放在這裡 就要請來 打我吧 請來打我吧 打到避雷針上 頂到地上 把它電給釋放出來 就是避雷針的原理 請注意 雷電是一個強烈的正負電中和的現象 就是我們想要告訴各位的事情 OK 裸了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